数小时前哈马斯表示已接受埃及和卡塔尔的停火提议 周一与哈马斯进行谈判的埃及官员匿名表示 巴勒斯坦运动同意了在周末进行修改的草案 但是以色列政府表示该提议不足以满足其要求 并表示将继续在南部加沙城市拉法开展军事行动 并在周一早些时候下令撤离数万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湖办公室发表声明说 战争内阁一致决定 以色列将继续在拉法进行行动 以对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 以推动释放我们的人质和实现战争的其他目标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 尽管哈马斯的提议远未达到以色列的核心要求 但以色列将派出一支高级代表团前往埃及 以最大程度的增加达成以色列可接受条件的协议的可能性 得知这一消息后 留在加沙的132名人质的以色列亲属 在特拉维夫市中心集会 代表部分家庭的一个团体 人质和失踪家庭论坛 发表声明称哈马斯的声明 必须为他们的亲人的返回铺平道路 周一美国陆军发言人 新西亚欧史密斯发布声明 一名美国士兵上周四在俄罗斯被拘留 这名士兵戈登布莱克上市之前驻扎在韩国 他是私自前往俄罗斯 并非出于官方任务 这名美国士兵已完成驻扎任务 正在返回美国途中时 他去了俄罗斯的海参崴 拜访了一名女性朋友 他的行程没有提前报备上级许可 目前正被拘留在俄罗斯的预审监禁中 官员们称 这名士兵被指控从一名女性那里盗窃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是同一名他正在拜访的女性 5月4日周六 2024年伯克希尔哈萨维年度股东大会 在美国小镇奥马哈举行 即将年满94岁的股神巴菲特 领导了5小时的伯克希尔年度股东大会问答环节 巴菲特回答首个提问 是否会继续投资中国 巴菲特对此回答 目前主要的投资标的将会位于美国 公司所投资的可口可乐或运通 都有在全球扩张业务的业务 而像美国运通或可口可乐这样的优质跨国企业 在全球都很难寻觅 这是全球的共识 哈萨维快速地在日本投资了5家商社 正在通过这些公司参与世界经济 巴菲特表示他了解美国的规则 弱点和优势 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这种感觉 巴菲特回应 简直苹果股票主要使有一些税务和管理方面的考量原因 巴菲特称无法估计人工智能前景 人工智能拥有极大的潜力 但它的发展和和武器相似也让人感到紧张 巴菲特也称暂无投资比亚迪打算